大海拥有很多神秘莫测的物种 一些运气爆棚的出海者 经常捕捞到一些神奇的生物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海中捕捕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 尊海峭 大部分海洋生物都拥有五花八门的颜色 但是某一天你突然掉到一条全身透明的生物 仿佛一块冰雕艺术品 你会不会感到惊讶 实际上 这种浑身透明的生物 名称叫做尊海峭 这种生活在寒冷海域的无脊追动 尊海峭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 呈现筒形 体长在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 以各种浮游植物为食 通过吸水来游动 有时候很多只尊海峭会形成常炼 由于身体透明 尊海峭自带伪装 在一定程度上躲过了天敌的追杀 尊海峭对人类无害 但是会在寒冷海域释放出大量热量 有专家认为 全球变暖一定程度上和这些透明生物有关 紫色的猪龙头鱼 猪龙头鱼是一种生活在温带 或者热带海域的龙头鱼科某些鱼的统称 体长可以达到60公分 一般情况下 猪龙头鱼的体色是红色或者粉红色 但是一名国外小伙 在游玩的时候 捕捉到了一条罕见的紫色猪龙头鱼 之所以被称为猪龙头鱼 因为这种鱼在觅食的时候有点像猪 根据视频画面来看 这名小伙捕捉到的猪龙头鱼 通体呈现紫色 口中还有十分锋利的牙齿 柳叶曼 柳叶曼的身体也像玻璃那样晶莹的剔透 只不过柳叶曼是曼鱼等一些鱼类 诱体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 柳叶曼在游泳的时候就好像一块透明的丝带 泳姿十分漂亮 透明柳叶曼的身体并不是由常规意义上的鱼肉构成的 而是由一种年多糖构成 它们的消化系统十分简单 以水中的有机物碎屑为实 值得一提的是 柳叶曼的性别演化十分奇葩 因为它们的性别是不确定的 演化成雌性还是雄性 主要和环境有关 月亮鱼 月亮鱼是一种分布在温暖海域的 鱼科鱼类 最长的月亮鱼可以长到两米 是一种不常见的珍贵食用鱼 月亮鱼的身体特别细长 尾肌细长 尾肌分叉 身体下方带有玫瑰红 鳞片还有银色斑点 体型方面有点像翻车鱼 月亮鱼一种独自行动的鱼类 因此比较少见 月亮鱼肉质鲜美 是一种上等佳肴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